夏冬冬你可让我好腿 你也来买包子 这是挺紧 我老公现在是牧师集团的高管 要去参加一个高端的议会 我来请你啊 那聚会上人才积极的 你也可以调一个金龟戏啊 你卖一辈子 卖包子啦卖包子啦 新鲜的包子 我来进你回家了老婆 夏冬冬你还真结婚了 还长了这么一个穷小子 难怪都不起我们这些亲戚喝喜酒 走开 冰影向我做生意 请检设吧 我肯定去 吐包子 人姐 不懂我们的宴会需要你参加一下 卖包子啦 哎没生气了 你试试看这个衣服 我专门找设计师设计的 肯定点 谢谢 那卖完我们回家 好 这地位我们装了三万多 下个月再能努力就能开下一家分店 看来以后要下了晚洋火了 看我心情吧 你怎么才来 哎 我不是 赶紧去添酒 哎 夏冬冬 我让你来参加宴会 你来当服务员啊 老公 他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一把遗迹 还没用药的表妹 夏冬冬 哎 老公 我记得你不是有个朋友刚五十岁还单身吗 对对对对 你介绍给冬冬啊虽然身体有点不好但冬冬应该不会记忆的 装什么大尾巴狼 这么好的男人 你还是留给你自己 我以为是谁呀 原来是你呀 哎哎木总 你怎么亲自来的 我来我来 牧师的宴会 我和我太太当然要亲自 哎呀哎木总 您看您日理万机的 今日居然能得见您和夫人真是晚安荣幸啊 你太太这个包看着不平 呃 呃 啊 哈哈 我记得你是去年才升台务总监的 哎 那还不全批 牧总您的赏识吗 看来我得好好让人瞧瞧 哎 不是啊木总 你听我解释啊 跟公司法务好好谈 都是你这个女人害的